和平时期赚钱就是资源交换 如果你祖上没有给你留下大院 也没有留下做官的青年 我们只靠自己拼到今天 那就挺直的摇杆 不用再为多搞到几两碎银 去讨好什么权贵的 在权贵眼里 来自弱者的好不值钱 他们看中的是强者的光芒 友谊的前提是门当后对 是同阶层的交换 将心比心的前提条件是 旗鼓相当 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不是你能感动多少人 而是你在别人眼里的分量是多少 记住了 人处得太平常 你连对别人好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实力 咱就不跟别人争他面红脖子粗了 道理不是用嘴讲出来的 是用实力采出来的 当有钱人开口说话的时候 道理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当权力出来说话的时候 钱再多也要让当 自古至今 发大财做大官的能有几个呀 小财主在大财主面前还不是一个穷人 你官再大 上面不还是有更大的官在压着你吗 普通人 只要你努力过 就不往来一生 没事咱就多看书 见人少说话 多动脑子 少较之 挣钱多少都不找弃声 就跟司马仪那样 智不如诸葛 坚不如孟德 但是最后天下 为什么成了司马家族的呢 人活得长啊 所以我嘱咐把视频看到这儿的朋友 在往后的一生中 不用去讨好谁 也不要依靠谁 也不去参合那些扯不清的 是与非 学会享受都处 没人瞧得起 也不用非要让谁瞧得起 我是任翰君 关注我 开悟重复